寻求连任的吉安乡长游淑珍 10月12号下午在永安活动中心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地方的士绅社团企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及公庙们都热烈出席 游淑珍她强调说过去四年钢铁团队的努力让吉安乡亲幸福有感 未来四年齐派乡亲再给他们支持让吉安建设可以更加圆满 大批的支持群众地方社团还有企业公庙挤满了永安活动中心内外厂 都是要来支持吉安乡长游淑珍连任 包括了县长徐政会立委傅宽奇也亲自到现场为游淑珍拉抬盛事 公庙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努力才能让我们大家共同来享用 对不对 所以请支持吉安乡游淑珍好吗 好 花年加油 有铁人乡长之称的游淑珍细数四年来的乡镇建设成果 希望用第一名的家机赢得乡亲的信赖继续再给他四年为吉安乡来努力 铁人乡长继续担 珍爱吉安 向前走 谢谢今天超过两千多位的兄弟姐妹相亲来给淑珍加油打气 我们相信吉安的适性宜居 吉安的未来幸福都要成为花莲县的第一 吉安捷进家园构出品第一名 吉安防训第一名 吉安财政评比第一名 吉安道路养护第一名 吉安在我们的救灾救难的整备防护工作三年得到一百分 吉安是一个快乐幸福第一名的乡城 希望乡亲给一号一号的游属珍再一次鼓励连任的机会 吉安第一名 强调县乡协力共创幸福吉安 游属珍有县长立委加持 总部成立大会现场热闹非凡 争取连任势不可挡 介续会吉安相报导 吉安